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门具配饰系列 仙人掌的勾编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日本进口40号几细蕾丝 搭配24K包金材质配件 进口米珠及高品质反珍珠 提升整体精致度的同时 使造型更加活泼灵动 有两种配色可选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增型号 参考材料包详情 购买原版材料包 可在淘宝搜索店铺 恭喜手工实验室 或店铺号99350333 直达店铺 仙人掌由组织杠和两个分支组成 所有部分的勾织规律都是一样的 只是帧数和函数不同 全部采用索帧起帧法 来回往返勾织完成 最后再缝合填充成型 注意在起帧之前 需要先将所有米珠穿到线上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取出中间开口的穿珠针 穿上线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将所有的米珠都穿到线上 全部穿好后将线头 从针上取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起针 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用大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放在线的后方 绕线 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 勾针再次绕线 拉出 拉紧线头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这一针不计算帧数 接下来我们勾锁针 勾针绕线 拉出 这就是一个锁针 绕线 拉出 两个 这里我使用左侧的中号大小的置针来进行演示 左侧置针起15针 大家在勾主置针和右侧上方的置针时 根据图界上标示的帧数来起 这里切好了一共15个锁针 我们看一下 每一个锁针的正面会有两根辫子 背面还会有一根辫子 接下来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一行的起立针 接着我们要调 起针时最后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勾断针 也就是勾针往回数第二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这样子挑起来 再演示一次 勾针往回数第二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勾针穿过去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做一个记号 这里我使用同时来做标记 大家也可以用其他小的别针等来标记 针目就是短针上方将V字形的两根辫子 接着调相邻的锁针的一根辫子 同样勾短针 第一行的辫子规律 就是在其针时的每一个锁针上 调一根辫子 勾短针 完成之后一共是15个短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 往下完成所有的短针 全部完成后我们从上方看一下 每一个短针的上方都会形成这样V字形的一个针目 一共是15个针目 接着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二行的起立针 翻转支片到另一面 接着注意我们要调上一行短针的后侧的辫子勾短针 这里我先调整个针目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勾针穿过了针目的两根辫子 但是我们要调后侧的这样一根辫子来勾短针 注意这样子勾在后半针的短针 我们称之为短针条纹针 重新来一次 勾针调起上一行最后一个短针的后方的一根辫子 绕线拉出 完成这个短针 接着我们同样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做一下标记 每一行开始的第一针上的标记 是为了让下一行结束时不会漏掉这一针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上 同样我们要调后侧的一根辫子勾短针 但是注意这里绕线拉出之后 先不完成它 我们要推一些米珠到勾针的附近 这里先推一颗米珠到勾针后反 勾针跳过这个米珠 绕线拉出完成这个短针的同时 将米珠固定在背后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上 同样只挑一根辫子勾一个短针 这一针不固定米珠 接着再勾一个固定米珠的短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每隔一针固定一个米珠 完成到这一行的结束 注意最后一针肯定是不固定米珠的 这里完成到最后一针 注意最后一针是勾在我们第一行 第一针记号标记的位置 接着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三行的起立针 翻转支片 第三行的编织规律很简单 都是条第二行 每一个短针的后半针 也就是后侧的一根辫子 不加不减勾短针 也不需要固定米珠 这里不熟悉的同学 仍然注意要放记号标记位置 最后一针注意是完成在上一行开始时的位置 接着同样以一个锁针 作为第四行的起立针 第四行的编织规律 和第二行完全是一样的 先勾一个短针 接着开始勾固定米珠的短针 之后间隔一针固定一个米珠 这样往下完成 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左侧分支十行的勾织 注意最后一行是完成在有固定米珠的这一行 接着预留30公分左右线头断线 将线头拉出 穿好针 我们要来进行缝合 米珠朝外将枝片卷成一个环转 将针在另一侧的枝片上缝一针 让它固定成环转 可以多固定一针 接着我们从上方看一下 会有这样突出来一点的函数和凹进去一点的函数 我们挑凹进去的这一行 边缘的一根辫子 穿一针 在每一个凹进去的这一行 其实也就是没有固定米珠的这一行 最上方挑一根辫子 穿一针 注意尽量挑外侧的辫子 全部穿过一针之后 拉紧 这样分支的一头就收好了 接着我们找到最后一行短针 同样是朝向外侧的一根辫子 同时穿过起针行的 所针的以下的两根辫子 这样分合起来 一针对着一针 分合完所有的帧数 侧面分合好之后 我们使用镊子将起针的线头先收到内侧 接着取出填充用的毛线 用镊子将它塞进去 注意尽量填充到底部 并让它填充的均匀一些 尤其是组织杆 内侧会比较深 大家在填充的时候要比较注意 不喜欢太胖的同学 可以不要填充太多的毛线 可以将枝片稍微拉长一些 会显得比较瘦 这个都可以根据喜好进行调整 填充到足够的状态 就将毛线剪断 将剩余的线头塞进去 接着和另一端缝合的方法一样 调凹进去的函数的上方外侧一根辫子 全部各调一针 拉紧 这样就收好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整体的组合 将三个枝杆放在一起 确定好互相缝合的位置 先缝合左侧下方的分支 缝合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注意调整和确认好位置 在缝的时候也稍微注意一下 互相之间的位置 并适时地根据条件来调整 缝合的时候可以调各自的表面来缝 也可以像这样直接穿过枝杆来回的缝合 这样会比较牢固 但是注意如果是这样来回穿的话 入针的位置要和出针的位置是一样的 不然就会在枝杆的表面留下线剂 差不多固定好之后 可以打一个结 再将结按原路穿回质干的主体内 可以来回多达几个结 缠进去 剪断线头 用镊子将带出来的填充毛线 刷回去就可以了 右侧上方的分支 也按同样的方法 也按同样的方法分合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配件的安装 取出两孔的胸针 将胸针打开 找好固定的位置 将线穿到胸针的孔位 也是这样简单的来回分合就可以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 来回多粉几针 最后同样是打结 将结缠在主体内部 断线就可以了 接下来进行珠子的安装 取出一个源头针 穿过珍珠 接着我们要使用 尖嘴钳靠下的这个位置 来剪断针 大概在提针 一公分左右的位置 将它剪断 接着将它贴着珍珠的表面 折成90度 接下来使用圆嘴钳 这样子 做出一个挂环 稍微调整它的形状 之后取出一个开口圈 用开口圈辅助工具 将它打开 将做好的珍珠 挂在开口圈上 找到主体右侧 从下往上数 大概第四个米珠的位置 从枝片将开口圈穿过去 合上开口圈 这样配件就安装好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 仙人掌的构编制作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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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